第1543章 两族对峙 听得黄天那冰冷鹤声 妖明的面色也是缓缓阴沉了下来 今天之事看来是决然无法善了了 地脉之外那黄天声音一落 也不再多说丝毫的废话 周遭空间一见博荡 他的身形直接是对着 九幽地明蟒总部身处的九幽黄泉暴躲而去 见得黄天居然如此猖狂的要硬闯 不少九幽地明蟒族的长老都是面色铁青 这般举动可是当着那无数人的面 扇他们九幽地明蟒族的耳光啊 黄天你不要太过分了 这里可是我九幽地明蟒族的地盘 身为组长 妖明此时此刻也是必须站出来 他身形一闪 更是面色阴沉地出现在了那黄天之前 怒喝道 妖明 你与硝烟暗中联手 偷袭我族中强者 此事本王可记在心中 今天你若是再敢阻拦 那便别怪本王不念与你族中以往的旧情 黄天面色默然 一对金色双瞳 冰冷地注视着妖明 悬祭身形一闪 就欲将其越过 久闻黄天族长实力超绝 今天便让我妖明前来灵叫一番 妖明眼神一寒 这种时候 也顾不得与黄天之间的巨大差距 一声冷喝 蕴含着恐怖尽力的一掌 便是带着一阵阵 低沉的烟爆之声 对着黄天怒轰而去 疼必挡车 不失好歹 见到妖明竟然敢动手 那黄天面色 也是彻底的阴沉下来 修长的双指随意一弹 一道金光羽毛便是暴躲而出 玄机快若闪电般的 与妖明灵力掌风轰在一起 两者相容灵力的掌风 几乎是一触击溃 那道金色羽毛 就如同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一般 不仅轻易地撕裂开 妖明那灵力掌风 更是在其那 比金石还要坚硬的手掌之上 留下了一道半寸长的伤口血痕 一接触之下 竟然便是负伤 妖明面色也是一变 那伤口之处 金色能量宛如毒液一般的 迅速扩散 令得手掌那一片的肌肉 都是麻木了下来 本王有杀你 一如反掌 黄天的身形 宛如鬼魅般的 出现在妖明面前 冷漠的金色毛子 淡淡地瞥着他一眼 旋即袖跑一挥 妖明便是 感觉到一股聚力袭来 砰的一声 直接是将其声声地 震得倒射而下 最后狠狠地射进一座山峰之中 顿时山崩地裂 组长 见到妖明竟然不是 黄天的义和之将 那些九幽地名 莽度的长老 面色也是一变 玄济心中 涌上些许暴怒 黄天此举 简直就是在 羞辱他们一组 跟他们拼了 一些脾气火爆的长老 立刻便是满脸愤怒地 冲上天际 然后还不带他们出手 那黄天便是冷漠的一灰衣袖 可怕的金光横扫天际 轻易地将这些长老 全部震落天空 还有谁 下一次本王不会再流行 黄天一人傲立天空 金光宛如风轮一般 在其周身呼啸 正片天空 唯有他一个人能够站立 其余九游地名网族的所有强者 都是根本无法靠近 其身体摆仗范围 五星斗圣后期的恐怖实力 展露无遗 听得天空上 那淡漠的声音 不少九游地名网族的长老 都是面色丈子 羞辱 这黄天完完全全 就是在羞辱他们 妖黄从山峰碎石中 挣扎着爬起来 也不管嘴角 挂着的血迹 他目光雪红地盯着 天空上黄天的身影 双掌犹如暴怒 捏得咯咯作响 结葬 森冷的宛如刀锋的声音 从妖明牙缝之中传出 顿时间杀意 顿时间杀意 掏天而起 是 听得妖明的话 那所有的九游地名网族的长老 都是面色阴寒的 齐齐应和 玄机只听得一阵阵 破风声响起 起码将近百道身影 躲上天空 彼此之间 隐隐间 透着一丝丝的玄傲 盘蛇大阵 伴随着众多长老 齐声怒吓 一道道光柱 顿时自他们体内抱涌而出 最后彼此间互相连接 短短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天空上 一个足有轻障庞大的阵法 便是出现在了 众多目光当中 那眼眼间自大阵当中 弥漫而出的恐怖围压 令得不少人略微有些变色 盘蛇大阵 天空上 黄天眉头微微一皱 这大阵的名头 他自然也是听说过 当年九游地名网族 依靠着这大阵 可是绞杀过 不少实力超强的强者 大阵倒是不错 可惜没有一个 能够看得上眼的阵眼 黄天淡淡地道 说着话时 他的目光 也是憋向了那 逃身于大阵中心位置的 妖明 对于黄天的话语 妖明却是面色阴寒的 选择无视 手印接连变换 一道光柱从其体内射出 最后射进大阵之内 顿时整个大阵 都是在此刻 轰隆隆地颤抖了起来 无穷的能量光芒 在大阵之中扭曲凝聚 最后化为一条 数千丈庞大的巨蛇 巨蛇浑身弥漫着古老的气息 显得威势极强 即清皇古阵 就在那巨蛇出现的时候 那远处的天空上 天妖皇族的诸多强者 也是迅速分措而开 虽然记在一道整齐大好声中 一道惊天动地的力声 也是响彻在了这天地之间 随着这道力声的响起 一道体积丝毫不弱于 那巨蛇的巨黄 也是振动着千丈巨异 以一种遮天蔽日之样 献出身来 旋即便是与那巨蛇 对峙起来 见到天空上 那般震慑的对峙 这地脉周围 那一道道目光 也是倒吸着冷气 显然他们都是未曾料到 这双方的强者 居然将各自的镇足大镇 都是给施展了出来 天空上 红天目光平静地扫了一眼 横立在前方的巨蛇 身形一动 便是化为鸿芒 对着九幽黄泉夺去 杀 近壮那妖明顿时 一声怒吼 那由诸多长老 齐力凝聚的通天巨蛇 巨大的蛇尾一甩 顿时那片空间 齐刷刷地 骤然暴力而开 面对着这等恐怖声势的攻击 那红天眉头 只是微微一挑 却是并未出手 而是速度不减地 对着九幽黄泉夺去 而就在那巨尾 即将轰重其身体的时候 后方天空 突然猛地传出 嘹亮的吏叫之声 一道宛如金光所宁的巨翼 穿透空间而来 与那巨蛇撞在一起 天空之上 那恐怖的气浪 扩散而开 而那黄天 身形几个闪烁 却是在那无数道 目光的注视下 直接出现在了 那九幽黄泉 所在的天空上 混蛋 剑道竟然让黄天 顺利闯过去 妖明顿时大怒 干预指挥巨蛇 吊转攻击 那由对方大阵 所凝聚而成的巨黄 却是飞扑而来 对着他们 展开了林立的攻势 让得他不得不赶忙 收神对付 在妖明等人 被天摇皇族的强者 纠缠的时候 那黄天淡漫的目光 却是投向了下方的 九幽黄泉 如今的黄泉水面 已经是化为了一层层 极为厚实的尖兵 极其阴冷的寒气 渊源不断地 从中涌出 这消炎的女人 倒也不烦 竟然能够 在这种地方修炼 黄天的眼中 夺过些许诧异 这九幽黄泉 他虽说能够来去自如 但也不敢 就待在这里修炼 先把他抓出来再说 黄天目光闪烁 伸出大手 对着下方九幽黄泉 狠狠一握 那湖面上厚实的 无比的悬兵 居然是直接 寸寸爆裂而开 最后 在一连串 砰砰的声响中 炸成了 一寸屯兵物 随着悬兵的爆裂 下方再度涌现了 九幽黄泉的湖水 黄天眼睛微眯 隐隐间 仿佛是能够感觉到 那自黄泉之底 渗透而出的一种 奇异的威压 给本王出来 黄天并未有太多的迟疑 眼中寒芒闪烁 大手一抓 那九幽黄泉 便是犹如泛起了 惊涛骇浪一般 一道道水柱 居然是生生的 被黄天抽离而起 一时间 这片天地间 数十道巨大水柱 冲天而起 倒显得 极为的壮观 妖明望着 那被黄天搞得 天分地分的 九幽黄泉 心中也是暴怒异常 但他却是被拖得 丝毫动不了身 当下心中只能 祈祷彩林 不会受到什么干扰 虽说他也明白 这是异象天开 照黄天这么搞下去 迟早会真的 将彩林 从黄泉之底 抓出来 小炎兄弟 答应你的事 我恐怕 是无法完成了 黄天 面色漠然地 望着那九幽黄泉 现在的黄泉 已经出现了一个 深达其底的漩涡 目光透过漩涡 望向最深处 似乎能够看见 一道嵌影 望着那若隐若现的嵌影 黄天再度伸出手掌 掌心犀利暴涌 然而就在他 欲将那道身影 从黄泉之底扯出来时 其手臂突然一抖 猛然抬头 只见得那天际之边 一道身影宛如 奔雷一般的暴夺而来 在那道身影暴夺间 一个足有千丈庞大的虚影 也是跨空而来 哼的一声 愤怒而低沉的 奇异音节 猛然降临这片天地 可怕的灵魂音波 也是一种恐怖的 无法形容的速度 狠狠地轰在了 那措手不及的 黄天身体上 面对着这种 凶悍的灵魂音波攻击 那黄天的身体 直接倒飞而出 沿途摧毁了 数座山峰后 方才狼狈地问下身来 但那响彻天地 并且随之而来的 冰冷赫声 确实让得其一张面色 变得铁青了下来 黄天老狗 你找死 豆破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欲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豆破苍雄 第1544章 1544章 交手 骤然响彻而起的 冰冷赫声 如同怒雷一般 红隆隆地 在这一片天空之下传开 让得那无数道 惊疑不定的目光 都是顺着那赫声 传来的方向 望了过去 在那无数道 目光所汇聚的天空上 巨大的虚影 迅速散去 一道身着黑衫 面色冰冷的青年 便是出现在 在了众多视线之中 灯下一道道 惊呼声 便是此起彼伏的讲解 萧炎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据说那天妖皇族 此次想要 九游地名 莽族交的人 便是那萧炎的女人 如今看来 果然不假 哼 看来这次 有好戏看了 这萧炎 可不是什么 省油带灯啊 连魂殿殿主 都是败在了她的手中 今天这黄天 可真是 碰到硬点子了 去 区区一个人类而已 怎能跟黄天大人相比 我们魔兽一族的战斗力 可不是同等级的人类 能够相比的 这萧炎 如今在中周 声名显赫 这一次来我授予 倒是让她 见识见识 我们魔兽一族的 强横之处 萧炎兄弟 这般变故 也是立刻引起了 正被死死 纠缠而住的妖名 所觉察 目光一扫 当下惊喜之色 便是涌上脸庞 只要萧炎能够及时赶到 今天的这番大麻烦 也算是能够平息而下 远处天空 萧炎对着妖名 微微点头 旋即便是低头 望向了下方的 九幽黄泉 袖跑一挥 那被黄天强行 吸射而出的水柱 被她再度清津地 送入了黄泉之中 而那巨大的漩涡 也是被其 抹拼而起 做完这些 萧炎方才抬头 冰冷彻骨般的目光 望向不远处 从废墟巨石中 缓缓升空而起的黄天 心中却是逐渐地有着 杀意升腾 闭关之间 最忌讳的便是强行打扰 这之中一个不慎 不仅会令得修炼之人 前功尽弃 而且还会有着 性命之威 先前黄天的那些蛮横举动 显然是丝毫不顾 彩琳的死活 这种事 萧炎无法容忍 你便是那个萧炎 萧炎的面色冰寒 那黄天同样是一脸的阴沉 泛着金光的双瞳 盯着萧炎 缓缓地道 你总算是来了 你是想要逼我现身 萧炎眉头微挑 这黄天对于自己的到来 倒是丝毫没有什么惊讶 看来后者的目标 并非是彩琳 而是她 这么多年 你是第一个 敢请我族长老 以做人质的人 黄天注视着萧炎 体面却是逐渐地平息着 先前被萧炎黄泉天怒 狠狠轰重 而导致有些 悬晕的脑海 在你的身上 我能够感觉到 天妖皇族的味道 看来真如长老所说 你身怀妖皇之意 光凭这两点 你便是将会被列入到 我天妖皇族 必杀名单当中 今天 本王便用你的性命 来告诉所有人 凡我族忌讳者 不论是谁 杀无赦 奔随着黄天 那最后一个字的落下 璀璨金光 猛然在其背后 席卷而开 一对足有百丈庞大的 金色羽翼 自黄天背后 延伸而出 远远看去金光笼罩 弥漫着威严 与尊贵 消炎面色冷漠地望着黄天 对于后者所说的一条条罪状 却是嗤之以鼻 他本意并不想真正地与天妖皇族结成死敌 因此当初在抓了他们那少族长 以及两位长老后 都是畏取三人性命 只是将他们软禁下来 而且后来伴随着东隆岛逐渐地稳定大局 也是将三人都是放了回去 从某种方面来说 他已经是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意思 但是看今天这模样 他方才发现 他的善意表错了地方 他的那种种举动 在天妖皇族看来并非是善意 而是一种另类的软弱 而既然善意无法被人接受 那么看来便只能用最野蛮的方式了 哼 好一个沙无舍 天妖皇族倒真是霸气 不过就是不知道 皇天族长究竟是否有着说着话的资格 消炎淡淡一笑道 不要以为打败了魂殿殿主 那便够资格在本王面前消长 皇天眼神一寒 背后那巨大的金色鱼翼轻轻一震 他的身形便是一种极端恐怖的速度撕裂空间 近乎瞬移一般出现在了消炎面前 大手猛然轰出 金光涌动 化为一只金光璀璨的巨爪 狠狠地对着消炎一抓 而随着这一爪的挥下 消炎周遭空间 顿时怦怦地爆裂而开 黄群长 黄天恐怖的速度也是让得消炎眼神微微一宁 但他却并未闪避 手印一变 足有百丈庞大的能量手印便是脱手而出 在那手印之上 粉红色的火焰不断地篡动着 显得威力十足 一掌一爪在天空上轰然相撞 狂暴的能量狂风 疯狂地席卷而开 连那天空上的云朵 都是被生生地撕裂而去 正面交轰 一股距离也是倾泻而来 让得消炎身体一震 脚步邓邓地击退了几步 那黄天毕竟是五星斗圣后期的强者 而且本体还是天妖黄 硬碰的话 消炎倒的确是草不了太多的好处 不过 虽说消炎被认退 但那黄天看上去也好不到哪里去 能量手印之上 掺杂着粉红色火焰 直接是领得黄天的手掌 飘出了些许焦臭味 显然是吃了净连腰火的亏 不愧是净连腰火 黄天面色冷漠地瞥了一眼 有些焦黑的手掌 其上金光涌动 立刻便是将那里的灼伤修复而去 消炎并不说话 肩膀一抖 一对青红古役便是舒展而开 古役一震 其身形也是迅速后退 这黄天速度太快 近距离交战 对他好处不大 在本王面前鄙视速度 见到消炎这般嘴动 那黄天却是嘶笑一声 背后双翼一震 那低沉的破风声 顿时轰隆隆地在天空响起 而其身影却是以一种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暴夺向消炎 几乎是瞬息间便是追上了消炎 追上消炎 黄天金光涌动的一拳 直接是狠狠地对着前者脑袋 轰了过去 面对着黄天的攻击 消炎眉头微皱 手掌一握 粉红色火焰便是涌现而出 最后对着面前的黄天 一拳轰去 消炎的拳头 准确地轰在黄天 纳到身影之上 然而在接触的刹那 却是直接从中戳了过去 残影 见状消炎眼瞳微微一缩 身体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转身 双臂飞快地交叉在面前 就在消炎转身的那一霎 金光拳头自那空间破空而出 玄举宽雷般地轰在其双臂之上 那恐怖的力道 生生地将消炎轰飞了数百丈 然而那被震飞而出的消炎身形刚落 还不带抬头 凌厉全风再度地自面前凶悍起来 那般速度让的人略微有些变色 消炎让你见识一番 我天妖皇族的妖黄步 天空上一道道金光残影 联名不断地出现在消炎四周 那密密麻麻的灵力拳风 将消炎全身上下每一处步飞 都是笼罩而进 可怕的拳风将放远百丈之内的空间 都是生生地震成了碎片 好可怕的速度 天妖皇族本就以速度建成 这皇天的速度若是施展到极致 就算是六星斗胜强者都无法赶上他 这一次那消炎算是踢到铁板了 据说他的速度也是不慢 不过与皇天族长一比 确实不值一提啊 无数人望着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战圈 皆是暗暗摇头 远处妖明见到这一幕 眉头也是皱了皱 眼中略微有些忧虑 现在的情况 似乎消炎落入了下风 轰的一声 由密密麻麻的金光人影 所形成的战圈中 消炎的身体 不断地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中 进行着高频率的闪避 这皇天算是消炎这些年 遇见的对手当中速度最快的人 后者的速度 即便是他 都是自愧不如 身为天妖皇祖 皇天的确是得天独厚 在刚开始的交手中 消炎也的确是被对方那般速度 弄得略微有些失措与狼狈 这些群影看似虚幻 可一旦落在身体上的时候 便是会在瞬间化为实质 真的是很是诡异啊 不过好在如今的消炎战斗经验 同样是无比的丰富 因此在落入下风后 也是迅速地冷静下来 在闪避的同时 也是逐渐的凝神 搜索着那皇天的移动轨迹 比速度 他的确是比不过皇天 但消炎也同样是拥有着 皇天不具备的优势 那便是灵魂力量 漆黑眼瞳之中 充斥着金光人影的倒影 这些人影脸庞之上 都是琴着森然笑容 灵力掌风 云云不断地 对着消炎周身要害 招呼而去 短短十几秒钟时间 便是让得消炎身体内的血气 有些翻腾起来 然而在这等经络下风间 消炎却是缓缓闭幕 深行的闪地 也是变得缓慢了一些 可就是这等缓慢闪移 却是刚好将那 重重拳影避开 消炎双眸紧闭 灵魂感知 却是弥漫在了天地间 周围那肉眼 无法捕捉的金光身影 也是缓缓地 减慢了起来 伴随着这种身形的减缓 某一刻 消炎紧闭的双眼 骤然睁开 那眼瞳之中密密麻麻的 金光人影 终于是 悄悄虚幻 斗破仓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破仓雄 第1545